你好 我是金公公 我今天跟你们说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 转注 我的网络怎么做 转注好一点 为什么转注这个很重要 我们这边的网络是这样的 跟网统签合同是一年的 可是很多留学生需要半年了 半年以后我要半周 我要换掉钱 我要回国 这种事情很多 那半年以后 我要半周的时候 这我的网络 我自己找住客 简单一点说 下一批住客我安排找的 我推销中介公司 我自己反正花了钱找中介公司 找一个下一批住客 那这样的住客主要是怎么说呢 我的网络我不要的时候 我的朋友也要 这种网络好多网络 简单的性价比好多网络 刚入住的时候 第一次入住的时候 肯定找新价比好一点的房子 新价比好一点的房子 找的话 我半年有三个月以后 反正我几个有时去回国 我要半周说 会好找下一批住客 这个什么什么 保证金会推的 下一批住客进来 我保证金推 所以 刚找房子的时候 再考虑一个三个问题 新价比好的房子怎么找呢 三个问题 找这里是学期 高历大学的 清晰大学学期 学期的房子怎么样 家庭方便的地方就可以 家庭好一点 走路好一点 走路七分钟 走路七分钟以内 必须要到学校 那这种地段好的地方 这种房子必须找走路远的不行的 然后第二是阳光 第二是阳光 有阳光的房子很需要的 有些班地下也有阳光 大部分没有 必须有阳 一楼二楼也没有阳光的房子很多 所以需要阳光有的房子必须找 四楼五楼有阳光 没有电梯 挺麻烦的 还有我们爬不上的 所以必须考虑一下 阳光好 可是电梯的无所谓 电梯没有 一般都是80%没有电梯的 走路好一点的 这种地方伤了一些 觉得地方糟 那价格是怎么样的 价格是40万到50万之间的房子 我很喜欢这个新版 价格60万 我就入住了 我不要了 我朋友也不要 因为议算太高了 妈妈爸爸不同 所以我不能入住 那我找不到住客 找不到住客 我天天我都忙着的 我不再无所谓 你找不到 下边没有了 天天我的房子 保存在里面 房子扣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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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问题 很压力很弹很严重 所以你不要 千万找你喜欢的房子 大家喜欢的房子 一定要找一下 就是性价比好一点 就是三个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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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